下面我们要披露的这条新闻当事人就不仅是不文明了而是违法了 本月3号在四川成都一名男子在街头暴打一名女司机 两人究竟有什么仇什么怨呢 成都警方昨天公布的现场视频还原了事件的来龙去脉 3号下午2点13分两辆红色轿车相继停了下来 突然前车的男司机下车后走到后车开始抓扯女司机 并将女司机摔倒在地拳脚相向 木鸡市民说打人过程失去了约两分钟 出租车驾驶员宋师傅上前劝阻 被男子手持的螺丝刀划伤头部和脸部 随后被打女司机和宋师傅被送到附近的医院 经医院诊断宋师傅只是皮外伤 但被打女司机面部多处骨折轻微脑震荡 发现他一个左侧的一个全弓全骨 上合臂的一个多发的一个骨折 那它骨折从外观上没有明显的改变 但是具备压痛明显 对面部有影响的话可能考虑一些 无关科的一些治疗之类的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男司机大打出手呢 成都警方公布的另一段视频显示 殴打事件发生之前 两辆轿车在成都三环路由东向南行驶 经过航天立交桥的一个出口时 两辆车均要驶出主道 我们放慢变道过程 被害人驾驶的前车是连续变道 从打转向灯到完成第一次变道 只用了三秒 第二次变道只用了两秒 他认为这个被害人违章变道 已经快接近的时候 那个被害人的突然打了这个转向灯 然后变道准备重复到的出口出去 行车记录一算显示是比较快的 不过被害人认为 他当时并不清楚自己的变道 给后方车辆造成了惊吓 经过我这么多年开车的经验 这类样的距离 我变道过来出去是没问题的 不会导致他说他踩击山 或者怎么样把小孩惊吓 然后出来了我都没有感觉 把他憋了或者怎么样 之后当时双方出现了四次别车 男司机说自己差点就撞上了路边的电瓶车 车内孩子的哭泣声也越来越大 最终别车事件升级为肢体冲突 他所说的吓住了自己的小孩呢 从情敌上来说可能会引发一些人的情绪上的波动 但是在法律层面他是站不住脚的 不能够作为他行凶的一种借口 应该通过双方协商或者是交由交通管理部门进行处理 警方通报张某因涉嫌寻衅滋事 目前已被紧将公安分局依法刑制拘留 我应该要怀位思考 更多的会变相性 对不起 表示神圣的潜力 专家表示 开斗骑车实际上是路怒症的一种 那么路怒症都有哪些表现呢 一开车时骂人成常态 二堵车碰擦就有动手冲动 三与人顶牛故意拦挡别的车 四开车和不开车时脾气情绪盼若两人 五前车稍慢就不停的鸣喇叭打闪灯 六危险驾驶突然刹车突然加速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的话 应该说这种路怒症的人的话 他最根本的还是一个叫做利己主义者 叫做极端的利己主义者 也就是说他开车 无论做什么事的话 都认为这个社会是为他设计的 或者是这个社会是他设计 毫无疑问 打人就是违法 女司机被打的遭遇让人同情 我们还应该看到 高速运行的车辆突然变道 所带来的危险和列车脱轨 其实没有什么两样 可是我们的一些驾车人 包括道路的设计者 往往并没有意识到 突然变道的危险 说到底 缺乏安全意识 文明驾车是安全的保障 香港导演杜琪峰的电影 独占有这样的一个场景 我们来看一下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段情节 开车的香港独贩 在内地的车道上 老老实实的遵守着交通法规开车 周围却老有车 滴滴的按喇叭催促 这毒贩忍不住骂道 按按按没有礼貌 香港毒贩都看不下去了 这段视频看似可笑 实际上是有数据支撑的 据统计 香港万人交通事故死亡率 仅有0.21 全球最低 香港人的文明驾车习惯 从进入驾校触摸方向盘的那一刻起 就开始熏陶 而且考试严格 执法严厉 所以在香港几乎看不到 突然变道等等现象 香港的做法 值得我们学习